这里北京都要只剩三个星期了 来看看可是大陆的疫情却是一发不可收拾 不过大陆强调现在还在可控范围 不会影响赛事 倒是临近北京的天津 现在也爆发了Omicron疫情 病例扩展到三代传播 更有病例扩散到河南安阳 安阳市周一晚间就紧急的封城 河南省成为大陆第一个 被Omicron还有Delta夹杀的省份 大陆西安爆发疫情已经一个月 甚至重演武汉封城噩梦 还是难清零 一个月累计确诊数破2000例 创下武汉疫情以来 病例数最多的本土疫情 根据大陆最新通报的确诊数 西安新增13例确诊已经慢慢减少 但天津河南又刮起新风暴 天津目前累计将近50例确诊 就急忙为全员1400万人做核酸检测 就怕Omicron变种杀进北京 因为专家说病毒已在社区传播三代 恐怕去年底就在天津肆虐 目前天津划分几个重点区域 要求人民非必要不离京 交通中断 快递暂停 当地现在形同软封城 北京现在挫勒弹 尤其已经有病例从天津扩散到河南 让河南成为第一个碰上Delta Omicron双重夹击的大陆省份 河南成为新的疫情正央 即宇宙后又有一个500万居民等级的大陈封锁 就是安阳市累计确诊84例 周一晚间紧急宣布暂停人员流动 全员核酸检测 甚至有间学校4000多名学生 通通被集中隔离 河南安阳市本次疫情的感染来源 为2021年12月28号 从天津市金南区返回安阳市汤阴县的 一名在校大学生 安阳市疫情涉及Omicron 郑州雪昌的疫情则涉及Delta 其中郑州本轮累计有103例本土确诊 当地防疫升级 结果有女子卡在相亲对象家走不了 因为疫情封锁 这名王兴女子被迫跟相亲对象 尴尬同居引发网络热议 还有今天上午深圳市报告4例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 与之前确诊病例属于同一传播链 其中三人是同一家庭成员 至于深圳这波疫情 有一例从事国际货物供应链工作 不排除是被污染的货物给传染 当中的罗湖区也升级防疫 只进不出 停止学校面授课堂 是我在抗疫期间一个最难的决定 香港也好不到哪 上周林郑月娥才说会尽全力确保学校继续开放 但由于Omicron全面来袭 现在不得不宣布幼儿园及小学 停课到农历春节后 就是要斩断第五波疫情传播链 P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因为确诊人数 已经达到住院的人数达到14万人了 现在更预估说 这个星期需要被隔离的可能多达500万人 已经开打的第四季疫苗的以色列 单日也飙迫3万例 至于先前塞浦勒斯科学家声称说 验出了结合Delta跟Omicron的新变种 WHO专家则出面否认说 没有这种新变种 塞浦勒斯科学家日前宣称 验出结合Delta和Omicron的新变种 还把它取名为Delta Chrome 不过这个变种不被国际承认 伦敦帝国学院的病毒学家 也怀疑所谓的Delta Chrome 比较像是实验室的污染 WHO流行病学家则呼吁 不要再使用像是Delta Chrome 或是Florona这样的自创名词 因为这样的变异组合根本没发生 不过塞浦勒斯卫生部长 还是力挺自己的科学家 各国纷纷开打追加剂疫苗 包含印度也开始为60岁以上的长者 和第一线医护员施打第三剂疫苗 而已经开放到第四剂疫苗的 以色列周一又通报新增 三万七千多例的确诊 阳性率来到百分之十一点三八 连以色列外长都被突破感染 现在以色列筛减需求大增 民众开始抢买快筛试剂 连外送员都忙着奔波到药局 外送快筛形成另类商机 而疫情最严峻的美国单日平均确诊 飙述70万例 住院数也上升到14万 相当一月时期的巅峰 拜登先前保证要提供五亿个免费快筛 结果遭专家打脸根本不够 更有经济学家预估 美国这礼拜就会有五百万人需要隔离 这之中还有很多医护员 CNN报导美国将近四分之一的医院面临缺工 纽约州因此下令部分医疗机构 暂停非紧急外科手术两个礼拜 越来越多的医院得做出生死抉择 中南美洲疫情也升温 墨西哥总统先前才在记者会自报有症状 没想到真的二度确诊 而玻利维亚则爆出大规模反疫苗示威 民众不满 立法规定到公共场所要提供疫苗接种卡 目前南韩也规定到大型超市购物 还有去咖啡厅要扫QR码确认接种的状况 可以看到在通行证的最下方会显示疫苗接种完成的天数 不过欧洲的英国似乎打算进一步松绑 考虑将隔离的天数缩短到五天 好解决各行各业的缺工现象 但英国首相强生没把话说死 只说会进一步检视科学数据来做决策 TVB新闻综合报导 而从2020年疫情蔓延的那一刻开始 光是到2021年底 全球就产生了超过800万吨 跟防疫相关的塑胶垃圾 也和全球的环保走上倒退之路 再请一轮带我们来了解 这几十年来在全球 每个人其实都相当有环保的意识 所以我们对于像塑胶材质之类的东西 其实都是非常的克制在用 但问题来了 在防疫期间 你我都会戴上口罩 或者是因为塑胶比较便宜 因此像是隔板或是面罩 以及手套防护衣等等的 也都是塑胶来进行制造的 但更多是一次性的用品 所以这就造成了生态的危害 从2020年疫情爆发到2021年的8月 其实根据统计 你可以看到全球产生超过了是 800万吨的防疫垃圾 其中2.6万吨还直接流入到了海洋 这些真的都造成了生态浩劫 我们就来带大家看几个例子 有61起动物是因为防疫物资的伤害 而发生的一些状况 你一定有印象 像是加拿大的枝根鸟 它就裹着口罩来飞行 甚至是手套塑胶的也包覆在鲈鱼身上 以及海鸥的双脚也被口罩给缠绕 很多人看了都相当不舍 那科学家也有发现 其实在亚洲只占疫情 全球的30% 但是它的塑胶废弃物 却是占了全球的72%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他们认为是跟中国大陆还有印度 在处理废弃物的标准上面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他们的标准是比较低的 甚至也统整下面发现 像是医疗的废弃物 有70%以上的比例 甚至网购的包装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来源 那现在海洋的废弃物 塑胶的垃圾 其实统计下来 可以环绕地球已经大于了400圈 所以科学家很担心 因为这还会延伸一个问题 就会造成全球暖化加剧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